终于等到了雷雨天气兄弟们 我这一次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变身吧 闪电苦力怕 好的 变身之后我们赶紧给他喂食些火药啊 把他的血量提高起来 要不然的话他很可能就没了 哎 做好 给他回满 OK 闪电迷你苦力怕已就位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带着他去征战四方了 带着他去打海药啊 但是现在是雷雨天气 为了安全起见呢 我们用这个盒子把它装起来 好的 把它装在盒子里边 我们去睡觉 等天亮之后我们把它带回家 然后做一些准备我们就要去打海药了 这一次我们打海药的话一定不能鲁莽行事 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们先把这个苦力怕带回家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的话 它的血量只有半颗星啊 大家看到没有 不知道用什么方块可以把它的血量回一下 还可能给它赋予一些特殊效果啊 半颗星我们回家找一下啊 我觉得用这个前影壳应该是可以修复的 前影壳这边有八个啊 来 带上看一下能不能修复 能不能增加血量 哦 前影壳是不行的啊 那我们换一下 我们用墨地石来试一下啊 肯定是需要用墨地有关的东西 它才可以恢复血量啊 来 再试一下 哎 墨地石也不行 那墨地还有什么东西呢 难道是子松果吗 我们家里边有没有子松果呀 找一下啊 子松果的话如果不能修复的话 那估计就是不能修复了 哎 哦 这边有42个啊 好的 来 我们修复一下 最后一次能不能 哎呦 子松果也不行 那就算了吧 半颗星就半颗星嘛 反正它是一个无敌状态啊 没有血量也没有关系 好的 我们来准备一下 打海药的材料啊 第一个呢 肯定是食物啊 我们家里边有些金苹果 有一个金苹果 还有一个附魔金苹果 还有八个普通金苹果 我们来做一下金苹果啊 金子不太多的呀 我们要做几个金傀儡 做三个金傀儡吧 做三个金傀儡 剩下的金子 我们用来做金苹果 我们先把这个做金傀儡的材料啊 放在千一盒里边 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些金苹果啊 但是这个金子的数量又不够了呀 我们打海药的话 一定要需要很多金苹果啊 这个海药是特别强的 那这个金顶不行呀 兄弟们 要不然就下矿嘛 我们再去挖一些金子 这个苦力怕 我们先把它刷在家里边啊 万一它爆炸就完了 来来来 您给我回来 把它刷在这边 好的 兄弟们 我们出发 挖金子 哎 对了 兄弟们 这个支出出 我们要不要带呀 这个东西的血量也是很高的 我觉得打这个 哎 我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放在这个盒子里边 哎 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的话就不带它了 我们带一个闪电苦力怕就好了 来来来 把它再刷在这边吧 我们下去挖金子 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金矿啊 其他的东西也不需要挖了 这边还有些金矿石啊 我们全部都带走 还有这个金金石 还有煤炭 全部都挖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个小黑塔啊 经验还是比较缺的 遇到带经验的矿石 我们能挖就多挖一点 毕竟之后 哎 这边还有金矿啊 多挖一下 之后我们有了这个雨滴的话 哎 我们这个 还有给它附魔啊 哎 好像这个金矿石 流到岩浆里边了 哎 不管了 我们继续找 哎 这边的话 我们好像之前来过啊 这边有些原石 应该是 哎 钻石 哇 兄弟们 之前眼睛不太好啊 这边还有钻石 来 挖一下 连锁采集 看一下有多少啊 六颗还不错 继续啊 哎 这边还有绿宝石 哎 兄弟们 那 我这之前来这边 为什么没有看到呀 都挖掉都挖掉 绿宝石的话也是金矿 来 八级 这边还有铁矿 铁矿的话也挖点 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做这个刷铁机啊 这 还有钻石 可以啊 兄弟们 连锁采集 现在有12颗钻石 还不错啊 兄弟们 那下边我们挖黄金的过程 就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OK 兄弟们 我们一共带回来了 整整一组的黄金啊 把它丢在熔炉里边烧一下 烧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需要酿造一些药水啊 比如说防火药水很重要 因为这个海药呢 它是有一个雷电攻击效果的 会让我们着火啊 哎 这边有19个金锭 哎 不错 意外收获 箱子里边还有些瞬间治疗药水啊 全部都带上 然后呢 我们来酿造一下防火药水 在酿造台里边放三个水瓶 再放一个滴雨油 把它酿造成不可合成的粗质药水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些岩浆糕 把它打造成防火药水 岩浆糕的话 我们家里边是有的啊 刚才我已经看到了 哎 哪去了 哎 不对啊 兄弟们 岩浆糕呢 我刚才明明看到了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啊 没有就算了吧 我们去下节打个岩浆糕 来吧来吧 我们有抢桌骰啊 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岩浆糕 哎 掉了 哎 好的 其实已经够了啊 但是来都来了 全部都收集一下 来来来 干它们 哎 好的 看一下啊 一共有9个啊 还可以 我们回家 把岩浆糕放进去 就可以变成防火药水 好的 再放一个红柿粉 就可以把它们的防火效果加长 好的 8分钟的防火药水就位 把它放在我们的晴银盒里边 那么接下来只剩下一些金苹果了 只有6个苹果啊 全部都做成金苹果 现在加上我们的这个附魔金苹果 一共有10个金苹果 我觉得打一个海妖 10个金苹果应该够了吧 剩下的话 存在箱子里边吧 哎 算了 我们再做两个金块吧 再来召唤一个金奎儡 好的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哦 对了 还要做一些面包啊 好的 好的 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出发了 把苦力啪装在这个盒子里边 哎 等等 兄弟们 还有最后介绍啊 我们这个村民繁殖机啊 一直以来就失效了 现在有这个盒子化 我们可以把这个村民运上来啊 让这个村民繁殖机修复一下 哎 哎 它跑出去了 等会儿啊 我们先把这个水收一下 好的 起飞 哎 它上去了 现在的话缺一个农民 缺一个繁殖村民 来 你先下来 这个的话我们就让它变成农民 哎 来 好的 农民已经有了 还差一个 好的 再来最后一个繁殖村民 我们现在这个村民交易所 哎 不对 村民繁殖机啊 又恢复了正常的运行 好了 那下面这些村民就没有用了 把它们宰掉 这大夏天的头发这么长 太热了是吧 给它们剃剃头啊 好了好了 一切准备继续 我们走吧 我们出发去找海妖 这一次打海妖呢 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啊 我们要召唤四个金傀儡 还有这个闪电苦力怕 我们就落在一个小岛上面 然后呢 一直等待这个小岛刷新海妖 哎 这个办法只能这样了 守株待兔啊 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不管是傀儡 还是这个闪电苦力怕 他们都无法在水里边作战 所以只能这样了 这边也是一个小岛啊 四边都是水 我们在这边降落 哎 好的 我们在这边召唤一下金傀儡就好了 哎 我闪电苦力怕呢 哦 来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丢了 好了 把它放在这边 这边还有矿冬啊 兄弟们 把这边挡一下 要不然海妖刷新之后呢 又是海妖又是小江 太麻烦了 好的 我们在这边围一个两格高度围墙啊 把金傀儡召唤在里边 一共四个金傀儡啊 兄弟们 我就不信 四个金傀儡 还有一个闪电苦力怕 打不过这个海妖 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完全避免和这个海妖发生冲突啊 只要他刷新 哎 我们就飞走 用翘翅飞走 但是我想要他的水滴武器啊 兄弟们 这个武器真的是太好了 不行兄弟们 我要调一下这个水滴武器的暴率啊 一定要把这个暴率调得高一点 要不然的话 一直在打海妖也是比较麻烦的 好的 一个金傀儡已经就位 还有三个 哎 哦 这边有钱 我们不能是吗 等会啊兄弟们 把这边拆掉 我们一个一个来放吧 兄弟们 放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等待海妖都刷新了 好的兄弟们 四个金傀儡已经就位 海妖瑟瑟发抖啊 把它关在这个围墙里边 我们等待海妖出现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出来 现在还有个问题啊 这附近刷海妖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因为这个刷新的几率很低啊 这个刷新几率也需要调高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还要把附近的生物给它清理一下 只有附近的生物比较少 它才可能刷新啊 这边还有一个矿洞啊 把这边也挡一下 其实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兄弟们 这个苦力怕会不会和金傀儡发生冲突 如果海妖刷新之后啊 金傀儡过去打海妖 然后他呢 在海妖附近爆炸 他就会炸到金傀儡 金傀儡可能不会打我 但是他如果炸金傀儡的话 我觉得 他是会被金傀儡打的 所以我们尽量 先让金傀儡和海妖打啊 不要动苦力怕 好的兄弟们 我们下期就要挑战海妖了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